今天中午不做饭了 带婆婆出去吃混蛋 走 到了 我要小碗 一份小碗 要小碗吧 要两份小碗 今天有十个小碗 今天刚喝到没 十个 今天喝到没 今天要喝 你不知道你只要十块了 下一次拿到这个 你低五块钱 十块低五块 那我们两碗不是十六吗 那可以拿一张是吧 二十块钱两张 那要不如 弄这个时间跟那儿 省里再买十块钱拿好 那也可以 商也卖吗 也卖商的吗 十块钱也不要呀 好好可以 可以 妈下买两碗 是 好吃 你不够的话 随着再要一点 不要吧 我吃一碗就很饱了 这都不是吃了吗 这家很多呢 我吃过最好吃的 特别是你那个炮椒 你吃上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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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粉 喂 嗨 老板晚上好 怎么了 这么累啊 没有啊 放工资了 等了一天 等了一天还没有呢 一说啊 再想再打算啊 跟你说 然后你 你要发给我了 没钱过日子啊 你不知道 我这个人不适合上班吗 总觉得自己 适合拿工资吗 你不是合上班 我适合上班 然后我不适合拿工资 你就适合拿工资了 那个啥 怎么这个约给我多转了 一千啊 要冷了 买点衣服啊 好 那么多啊 晚上给你买 合适不合适 也不知道 也不喜欢 自己付出吧 你那里不冷啊 还穿短袖啊 不然我也要给你啊 转了 转点钱给你买衣服了 没有钱 你的工资在我这里啊 一般他们的工资都是交给老婆的嘛 他们都嘛 老婆给多少 就是拿多少嘛 不敢多要嘛 好的要学不好的就要摒弃好不好 曲折不短不能好的好的一起去啊 你这太有福气了 都不知道收房钱是什么意思了 是吧 我觉得你你该多 我多跟他们学习 给你给你多发点钱 你刚好明天双十一 多买点东西啊 好 我知道 双十一知道吗 双十一知道吗 来中国来中国几年了 还能不知道吗 不过我没有买过 双十一从来我都没有买过 很多东西 需要东西就买了 不需要东西我也不会买 不管什么节日我也不会买的 哈哈哈哈 难道这几年就看 就已经失败套路了是吧 哈哈哈哈 因为这边套路太多了嘛 是吧 我觉得中国人很好聪明啊 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很有那个商机的哦 就很容易撞造那个价值啊 很会赚钱的那种嘛 一看到啊什么能赚到钱 他们就想办法去赚了 别人很难就像我们越南人 很少有这种思想嘛 然后啊 就像啊这边啊 什么节日啊 各种光光节啊 这节那节啊 越来越来越都有活都可 中国人聪明就聪明在 他虚心学习 嗯 比较好的一些 一些商业模式啊 一些东西学回来之后 然后就 在越南的基础上就加以改进 消化改进 然后就发言光大 嗯 你也可以把这些 好一点的这些模式啊 去到手 然后到越南去发言光大啊 好的 哈哈 我怕我学不会 我会努力的 嗯 据我了解呢 是中国这边 大多数都是老婆 拿老公的钱 拿老公的工资吧 嗯 老公要把工资 上交给老婆嘛 我们家呢 是我老公 每个月都给我生活费的 是用来给宝宝买啊 奶粉啊 吃穿 然后买家里日用品 嗯 我们也给公婆一些啊 然后啊 剩下的都是 他自己留着 嗯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拿 我老公的工资吗 因为我个人觉得 不管谁拿 谁管闲 都是要为自己的家里 嗯 考虑着想的 嗯 而且男人在外面 总是要有点面子嘛 自己的男人有面子了 自己才有面子 是不是啊 哈哈 然后啊 嗯 大闲 是我们呢 要一起商量怎么处理的 我觉得男人在外面工作也比较辛苦嘛 要保持维护一些各种关系啊 各种社交的 所以男人身上不管什么时候还是要有点 呃 先这样方便一点嘛 要相信自己的男人 是不是啊 嗯 我也不想把男人管得太紧了 呃 就像一把杀一样 如果你拿得越紧 它流逝的越多 所以我还是要想给他放松一些啊 嗯 中国这边有一句话是 呃 家庭和木万事性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家每天都坏坏乐乐 和木幸福 而不是因为钱而发愁 闹得家里不愉快 嗯 因为花嫌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我还是相信 只要共同努力 就可以能够把家里的 呃 经营的红红火火 就在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 得到的一些都是意外之喜 是不是啊 你们觉得我这当的想法是 对不对啊 期待你们的评论哦